接下來看到由海外臺灣商人組成的 世臺聯合基金會 近日在法拉盛召開記者會 他們呼籲每人捐獻七美元 購買三萬件甲克 幫助滯留在土耳其等地的 敘利亞難民度過寒冬 是將臺商的善心一舉表露無遺 二零零九年由海外臺灣商人組成的 世臺聯合基金會 暫住計畫遍布北美洲 南美洲 歐洲 亞洲以及非洲等二十二個國家 繼去年繼續推動國際難民援助計畫之後 今年在寒冬來臨之際 特立在法拉盛召開記者會 呼籲民眾人人捐獻七美元 購買甲克 幫助土耳其 希臘 以及約旦難民兒童 董事長陳秋貴表示 從十月第二次計畫啟動以來 每天都有人在網上捐款 七美元只相當於兩杯咖啡的錢 卻可以點亮國際難民孩子的希望 成本價是七塊錢一件 其中有一位我們陳陽明先生 我們台商會的 他一個公司都是做 Supply給一些 Sports Eve goods的公司 他在舊金山 他只用成本價給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準備捐 這次準備捐到三萬件以上 希望大家能夠長期幫助這個捐款 使我們這個善心需要的舉動 能夠一直繼續下去 當天包括紐約臺灣商會會長李金彪 大美洲客家聯誼會理事長范婷婷 與北美臺灣屏東鄉親會會長 郭昭榮等人都出席了記者會 並且一同慷慨解囊 基於與世界分享福爾摩沙愛心 以及人道精神 市臺聯合基金會配合聯合國難民署 第二次發起國際難民 人道救援慈善計劃 結合公益機構 政府單位 聯合國機構以及民間企業 讓愛心與慈善捐款 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力 今年目標募集三萬件夾克 歡迎大家發揮愛心 共襄盛舉 臺灣宏林市洋利 美國紐約採訪報導